请教老子李成峰 第116集 不然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黄金偷走的 不会吧 堂堂一国之君 也会做此等偷鸡摸狗之事 你知不知道 我这父皇他就好这口 之后还一副正人君子的样 所以你一定要防着他一点 我们未来的生活幸不幸福 就看你的了 宝宝知道了 八皇子你就放心吧 刚进门就回归祟祟的 肯定是樊梦老板娘替八皇子私藏了六十万的黄金 所以两人猜一副偷偷摸摸的模样 一定是为了不想让我发现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一定要把这些黄金给找出来 到时候我就有一万种办法 把这些黄金正大光明地运回皇宫了 父皇 你在傻笑什么 不会是犯病了吧 你在犯病了 你全家都犯病了 我全家都犯病了 那还不是再说你自己吗 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吗 林梦 你往李世民吃的饭菜 下毒了吗 废物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这可是我们刺杀李世民的最好时机啊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给二十年前林家死去的人报仇了 可是 还在犹豫什么 想想你的父母 你的弟弟 还有我们的亲人 他们可都是死在了李世民的手中啊 难道你就不想为他们报仇了吗 难道你忘了我们来长安城的初衷了吗 不 没有 我没有忘记我们的初衷 我只是想再次确认一下 当年林氏家族的灭门惨案 到底是不是李世民做的而已 林梦 这几天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那天的那个黑衣人说的一点都没错 林氏家族的灭门惨案 就是当今的皇帝李世民干的 我们的父母都是死于他的手中 你还在犹豫什么 大不了就是一死 但只要能给逝去的亲人复仇 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 又有何妨呢 可毕竟李世民是大唐的皇帝 你先不要着急 等我再次和八皇子确认一番 再决定要不要动手吧 八皇子 八皇子 又是这个八皇子 他一个六岁的小老孩子 他能懂什么 算了 既然你不敢动手 那就让我来吧 林海 你别去啊 你打不过他们的 不用为我担心 这个我心里自有分寸 小二 结账 你看着我干嘛 咱们这桌子财神爷 是这位八皇子 父皇 咱们几个一起吃饭 不应该是长辈买单吗 此言诧异 晚辈也有请长辈吃饭的时候 你说对吧 我有说过 今天要请你吃饭吗 如果晚辈没有提前 说出请客吃饭的话 那么买单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有长辈作骂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想让我做你爹 你这个兔崽子 可真是口无遮拦 什么话都敢说呀 罢了罢了 不就是一顿饭钱吗 真又不是出不进 就是嘛 一个当父亲的 吃一顿饭都舍不得掏钱 天底下怎么有 这么空门的父亲啊 有刺客 护驾 护驾 我真的裂开了 林梦 你他 是静视眼吗 这么近的距离 你都舍不中 真是可惜了 这么好的一次刺杀机会 就这样被你给搅和了 老大 咱们还是快走吧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生意何苦 死意何哀 李世民 拿命来 没了 刚才是谁说的 想要我的命来着 哼 李世民 你不讲武的 打我们的 我又跳出来了 再回去啦 哇 美女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八皇子 皇上 你们没有受伤吧 没受伤 跑着呢 小小刺客而已 老板娘你不必惊慌 他们已经在朕的龙危之下 落荒而逃了 什么 皇上您真的被刺客给袭击了吗 是啊 朕历年来 威复出发 都会遇见那么三三两两的刺客 不过 朕倒是没想到 这刺客都隐藏到了 樊梦老板娘的西乡阁里了 幸亏这次有朕在 樊梦老板娘 你以后可要小心点了呀 是 小女子谢过皇上的关心 小女子日后一定会小心谨慎的 那就好 魏征 奔赴下去 让侍卫撤出西乡阁 不要打扰到酒楼里的客人用餐 还有 今天是震扰了大家吃饭的兴趣 要不这样吧 今天西乡阁全部的消费 就由魏丞相来买单吧 大家觉得如何 OK 对了 老板娘 我刚才看见你从右边的号院走来 你有没有看见 有穿着黑衣服的人离开呀 啊 什么 黑衣服 是穿着黑衣服的刺客吗 是啊 就是穿着黑衣服的刺客 没有 我没有看见啊 当时我正在后厨吩咐下人呢 然后就听见有人大喊护驾 有刺客 我就连忙跑过来了 也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啊 原来是这样的啊 虽然二十年前的事确实是李世民干的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樊梦啊 所以他怎么会有理由包庇刺客呢 看来是我多想了 可是他又怎么会表现得如此慌张呢 难道是害怕被李世民惩罚 所以才感到如此慌张吗 樊梦老板娘 你也不必慌张 我知道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我也不会怪罪你的 所以你就放心吧 好好开好你的酒楼就好 是 皇上 那小女子就下去忙了 要是有什么吩咐 随时换我便好 去吧去吧 启禀皇上 西乡阁周围都已经搜遍了 也没有发现刺客的踪迹 看来都是一些老油条啊 后路都给自己准备好了的 罢了罢了 反正朕都已经习惯了 要是隔三差五 没个人来刺杀朕 朕反而还有些不习惯了呢 风儿 看来朕又欠你一条命了呀 父皇 为什么 儿臣看你的表情 好像不是很在乎呢 在乎 我为什么要在乎啊 这都已经成为家常事了 难道父皇被暗杀的还少吗 当今天下 惦记着父皇的性命的人 可多着呢 也不差他们这一两回 说的也是啊 像你这么鸡贼的皇上 我都想抽你几鞭子 什么 你看在朕受惊了的份上 要给朕几万斤作为补偿 什么 那朕就谢过八皇子殿下了 孟宝宝 这是我从皇宫内给你带来的大西瓜 岂不喜欢 谢谢八皇子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给我的礼物呢 真是谢谢你了 不客气 这都是我自己种的麒麟瓜 不瞒你说 整个大堂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西瓜 可香可甜了 还不带子 对了八皇子 上次我向你打听的事 你有眉目了吗 嗯 怎么了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 没错 我是找到了 但是我是不会告诉你 他是谁的 你以后也别问了 好好做西乡格的老板娘 好好生活 把那件事情忘掉吧 等我长大了 我就把你取过门 咱们好好过日子 不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问 因为 如果你继续追查下去的话 那么结局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会死的 我会死 没错 你会死的 你要查的这件事情 是整一辈人的事情了 与我们这些后辈们无关 所以你就放下吧 那八皇子你可以告诉我 那个人到底是谁吗 我不会告诉你的 为什么 怕你心寒 至少我不愿意失去你 你懂吗 你这是在向我表白吗 不会吧 堂堂大堂八皇子 不会就这么扣门吧 你不会是就想用这几个烂西瓜 就想把我搞到手吧 看来八皇子口中的那个人 肯定就是李世民了 一边是他的父皇 一边是我这个朋友 他估计也很难抉择吧 既然我知道答案了 那么就让我自己来承担吧 李世民灭族之仇 此仇不报 我反梦是不为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什么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